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一起五十整個 安靜喔 來 他現在跟你說 有一個A矩陣 這個A矩陣他有幾列 他有十列 然後他有五行 然後再來 這裡有一個B矩陣 B矩陣他是五列 十行 好啦 然後A矩陣裡面的元素 他有告訴你他的運算規則 我跟你講那個叫運算規則 他的DI列 DJ行的元素長什麼樣子呢 他的很簡單就是I加J 同學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第一列第一行的元素就是1加1就是2 所以他告訴你運算規則 他就等於告訴你這個矩陣的長相 對不對 只是他沒有寫給你看 但是他告訴你每個元素應該 怎麼樣去把它算出來 那這個B矩陣他的運算規則是什麼 來 他裡面的元素 我寫一下喔 裡面的元素叫做BiJ 然後他的運算規則叫做什麼 叫做I-J 這老師佛心來的齁 出這種螢幕 來 然後他跟你說 如果今天把這兩個矩陣相乘 A矩陣乘上B矩陣 會得到一個什麼東西 得到一個C矩陣對不對 對 對吧 然後他問一個問題喔 問什麼問題呢 他問你這個C矩陣喔 的某一個元素而已 他問C555 這樣啊 來 那個同學看我這邊 這一點怎麼做 同學我先問你這個C55 他是怎麼被算出來的 他是用前面那個矩陣的第幾列 第五列 到後面那個矩陣的第五行 去做什麼機 美機 我跟你講 早期我有教書我 我會直接寫Sigma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直接用Sigma寫出來 但是我後來學乖了 因為我發現有太多學生 不會那個Sigma的寫法 所以後來你知道我怎麼教嗎 很簡單喔 就全部列給同學看就好了 這種題目就圖法練功 其實也不過就一兩分鐘的事情 來 同學這個A矩陣 你幫我把它畫出來 你就畫一個A矩陣 他有十列五行是不是 十列五行 所以他大概應該要長這樣 十列五行 這樣好不好 應該是這種Size對不對 A矩陣 然後B矩陣是五列十行 好 五列十行 A 五列十行 好 那大概是這種Size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得到這個C55 他用前面這個矩陣的第幾列 用前面這個矩陣的第五列 跟後面這個矩陣的第幾行 跟後面這個矩陣的第五行 去做什麼機 很大欸 現在很大欸 走走 欸 欸 在幹嘛 是不是三零級的嗎 對啊 對 每些三零級的喔 真的是 我三零級 我三零級有沒有變那麼快 真的假的 我們講這個好不好 這個你自己寫喔 這個你自己寫喔 這個我負責喔 好啦 欸 我們要用他的 欸 我要講什麼 第五列嘛 第五列 同學那我問你這個是誰 A什麼 欸 講話啊 第五列 這個元素叫做A什麼 A5 A51啊 然後下一個是A5什麼 2啊 然後一直到A什麼 A55嘛 對不對 我覺得你懂嗎 他第五列的元素是不是長這樣 對吧 第五列第一行的元素長這樣啊 他是不是第五列第五行的元素嘛 對不對 他第五列是不是長這樣 那後面那個矩陣 要找他的第五行對不對 前面要找列後面要找行 那所以這個元素 這個叫做V喔 通常你告訴我這個叫V是什麼 5 V5嗎 前面是列荒的行喔 所以是V什麼 V V什麼 你想一下再告訴我V什麼 不會講話是不是 V11 V11啊 然後再下一個是V什麼 V12啊 然後再下來就V13啊 我把它寫出來 好不好 V14 V15 對不對 以前剛開始教說 這個不小心把學生當成自由生 我想說這個就寫一個sigma就出來了 結果有學生說 老師那個sigma其實我不太熟 不太熟 沒關係 這個叫窮舉法 把它全部列出來嘛 列出來就列出來 來同學我列給你看喔 這個項量長什麼樣子啊 對不對 我們就圖法令鋼就好了嘛 來 根據他的運算規則就叫I加Z 所以你告訴我A51 這個數字是誰 就6啊 然後下一個是誰 7啊 8 然後9 然後多少 10喔 這一個項量是不是長這樣 6 7 8 9 10啊 然後後面這一個項量 欸 他們要做什麼機 做內機喔 後面這個項量來V11 I減Z 1減1 所以這個要貨是誰 0啊 然後再來 1減2 負1 再來是誰 那個電腦是怎樣 負2 然後負3 然後多少 負4喔 對不對 同學我問你你寫這個東西 請問你寫這個東西 你需要寫3分鐘以上嗎 應該不用吧 對不對 其實它裡面有規律啊 但這個題目 來我們就直接做嘛 對不對 做內機 內機就對應相乘再相加嘛 6乘0是0 所以這裡是負多少 負7 然後8負2 所以是負多少 16 然後9負3 負27 然後這裡10負4 所以就負多少 40 對不對 然後你就把它怎樣 就把它加起來吧 負7減16 所以這個是減23 負7 負7 負8 負7 負7 負8 負20 負9 負10 負8 負7 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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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算錯囉 真的假的 你不要嚇我了 音樂不是BEE啊 哪裡 寫錯了 哪裡寫錯 最好沒關係 不是BEE啊 這個是B什麼 BEE5 BEE5 唉唷 炫 來 改一下 改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才講得太開心了 來 這個是BEE5啊 啊 這個是誰 BEE5嘛 這些同學 BEE35 BEE45嘛 這個是BEE55 唉 寫錯要講 對啊 老師寫錯就講 對啊 寫錯就講嘛 又沒有關係 老師也是人嘛 都會犯錯的嘛 好 我們看一下喔 那這邊我就重寫喔 不好意思喔 唉 這裡的話 來這裡 1-5所以是多少 -4 然後2-5這也是-3 然後這裡是-2 然後-1 然後0對不對 好 我們再重新算一次 這一次應該不會錯了吧 6乘-4是負的多少 24嘛 然後7乘-3 就是負的21 再來8乘-2 負16 這讀法練剛啦 9乘-1 他就-9 對不對 那這個乘0 就沒有東西 所以這個會減掉45 對不對 再減掉多少 小心點不要算錯 減45 再減25 所以會變成負的多少 7值 答案是負7值嗎 是嗎 對 OK 那這樣子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像這個題目 同學 我可以問一下嗎 這個還是不要問好 可能有點傷心 問問問問 這一題做對的可以舉手嗎 幾個而已 1 2 3 4 5 來走方向 4個而已 可不可以 用列跟行去做內機啊 就這樣嘛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不要講什麼Sigma 不要啦 講Sigma太瘋狂了 Sigma 對 這可以用Sigma寫啊 怎麼寫喔 感興趣嗎 不要不要不要 算了 我試一下問你好了 要不要寫Sigma 給你看看 其實這個題目的一般性做法 要用Sigma 不然你每次都塗法令剛 幾乎有時候不好塗法令剛 好啦 好啦 會寫嗎 會寫 不會 沒興趣就算了 來 老師不要聽我的有問題 沒關係 來 考卷有沒有問題 快點快點 第一題 選擇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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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安靜安靜 來 選擇第一題 等我一下喔 我研究一下 來 這個第一題喔 他跟你說有一個A矩陣 這個A矩陣它是三列三行對不對 好 三列三行的矩陣 好 那這個矩陣是這樣 來 這個 它裡面有九個元素 來我先用圈圈 表示這九個元素 不好意思 因為它這個題目是要求元素的總和嘛對不對 好 然後它這個題目它有跟你講什麼 欸 它有跟你講它的運算規則喔 它的運算規則是什麼 它的Di列 Dj行的元素 會長這個樣子喔 長什麼樣子呢 可能會是0 可能會是2 可能會是3 可能會是3 那什麼時候會是0呢 就是當I怎樣 I等於J的時候 會是0 那如果I大於J就是多少 就是2 那如果I小於J就是多少 就是3 我覺得這個題目它擺在第一題喔 如果這個題目做不出來的同學 肯定是沒有把題目看懂 我可不可以問同學 這個I等於J是什麼意思 就是1 同學我問你 這個I等於J代表 I代表什麼 I代表列 J代表行 所以這個代表列等於什麼 列等於行嗎 對不對 同學那我問你 那I大於J代表列大於行嗎 I小於J代表列小於行 對不對 現在所有同學跟我這邊 我跟你講這題超簡單的 請問你同學 A11啊 這個元素 它的I跟J 列是不是等於行 它是E列第一行的元素 所以我問你這個元素 它是0還是2還是3 它是0啊 這叫我是0啊 對不對 那我問你 那這個呢 A22這個也是誰 這個是0啊 A33也是誰 0啊 那你再看喔 來看這個上三角的部分喔 這個元素 它在第幾列 它在第一列 在第幾行 第二行 所以它的列是不是小於行 列小於行的話 我問你 這個數字應該是誰 3啊 這個是3啊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不是也3 這個也是3啊 而且讓你知道這邊是誰嗎 這邊是2啊 對不對 我應該沒有看錯這個題目吧 這樣可以齁 欸 那這個題目要問什麼 我要問 這個題目要問 怎樣 這個你可以寫重一點嗎 呃 寫重一點是紅色的部分嗎 我跟你講這是粉筆的關係 不是我的關係 這種粉筆不要在用好不好 你們知道嗎 那種細細的 不要用這一種 因為你發紅色的粉筆只剩這一種 這一種你寫不清楚 好不好 去拿那種粗的 沒有我上去拿 沒有沒有很難 不要拿這種細的 這個很難寫 這個又看不清楚 所以我跟你講喔 這個題目不好意思喔 是不是說我的問題 來 他說元素的總和 那就是 9嘛 加8 所以這題答案是多少 欸 你是靠我幾加嗎 沒有這個 9加6 對不起 靠我在幹嘛 來 所以這題是9加多少 9加6 想說怎麼比這個選項 來 答案應該是15 答案是15對嗎 對 所以是第四個選項 是嗎 我跟你講 這個題目就是看懂就可以了 你看懂他在講什麼 這個就是他的運算規則 你看懂就可以 你看懂就很簡單 把這個矩陣寫出來 把他加起來就好 好 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喔 沒有 不會喔 還有哪一題要講 多選第一題 多選第一題題 多選第一題題 多選第一題 來 我們拍一下多選第一題 你奇怪這種題目會不會錯 因為我還很完美的 這種題目 到底是 我把這題目講清楚 來這題目兩個站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把這個題目 按一下 你們到底有什麼問題 連列運算都不會 我會啊 127 來 2 -1 4 然後這個傢伙 他說經過列運算 康辛龍好久 他怎麼還沒有 因為人很多 人很多耶 然後你又加點一杯 你又加點一杯 加點一杯就算什麼 好 然後我看一下他的選項 為什麼你們這個東西答得這麼爛 這一題它是有什麼系統的 是 有 來我看一下 第一個選項 A等於2 第二個選項 A等於2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選項 我把它寫下來 因為這一題答對的那個比例 好像有點偏低 B等於7 第四個選項 叫做C等於2 好 然後第五個選項 叫做什麼 叫做RORA等於0 等我一下 我把題目把它燒上去 RORA等於0 折怎麼樣 折B等於3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我們的探索之旅 什麼叫探索之旅 我想知道你們在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們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就是把它變成任何 對 把它變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一起來變吧 然後看看你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狀況 好可以嗎 好來 慢慢來 慢慢來不要急 因為我真的很好急 我先講 好你先講 等一下 別急 慢慢來 先把下面的2變0 好 先把下面的2變成0 是不是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做的列領算是什麼 第一列乘2加到第二列 對 來大家一起來吧 把第一列乘2 然後我跟你講 算考這個列運算 你這個列運算一定要寫清楚 因為我們改口卷的標準是完全一致 雖然你可能會說 老師我只是做了什麼動作 但是那個動作一定要寫清楚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公平 你懂嗎 這種細節都會被扣分 好這個乘2加過來對不對 所以它會變成1 2 然後多少 7 然後乘2加過來這裡是多少 0 然後這裡是負多腦 我都很怕我算錯 我最不會算這種東西 負5 然後這個是多腦 負10 OKOK 好驚險喔 應該沒有算錯吧 來 好那你們下個步驟是什麼 我就直接把它除以負5 你說把這個怎麼樣 5分之1 5分之1 乘以5分之1 乘以5分之1 可是你不是用它變成1嗎 對啊 所以應該應該接下來是要把這一列程上 哦 負5分之1 對負的5分之1嘛 對 對吧 這也是列運算 把某一列程上一個不為0的長處 你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喔 那它接下來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來接下來就會變成這樣子咯 我都算你們說回去做喔 這不是我做的喔 這是你們講的 接下來他說這裡是1,2,然後怎樣?7,然後這裡是0,然後1,然後多少?2 結束啦! 對呀!你看!日文完美! 然後就應該選!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寫答案是不是? A就是2啊! 來!同學我問你一件事喔! B就是7啊! 所以要選3啊! C就是2啊! 所以選6啊! 我問同學,一件事,我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4,5啊! 4跟5啊! 對啊!不是1跟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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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喔! A等於2對不對! A等於2,對! A等於2! 對呀! 完美!完美!完美! 你把G的都封起來了! 對! 所以是... 對! 對! 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就是 你看 那我問你喔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如果我現在再把這個第二列啊 乘負1加到這裡 這個A不就也有可能會變成1嗎 不行這樣 那你就已經這樣 那你管我喔 必須 你管我 我如果現在把這個第二列乘負1加過來 這裡就變成1啦 可是他都運算得這樣 我不能再多做一次例子 那我就這樣子 如果我這樣寫 如果我這裡再乘負1 不要說乘負1 我乘100才會變怎麼樣 來我寫給你看喔 如果乘100的話 這個叫我會變這樣 這是1喔 這個是1喔 這個會變成102喔 這個會變成多少 207喔 誰跟你講這個A一定是2 誰說的 誰說的 沒有人啊 沒有人這樣講喔 對啊 他講說A是2 是代表A一定是2喔 不是說A可能是2 你懂不懂那個意思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這樣 這錯啊 A是2不一定喔 A不一定是2啊 這不能選 你去 然後我問你 A一定是0嗎 好啦 這也不對嘛 昨天他要問你 這個B一定是7嗎 也不一定啊 這錢真的哪能選啊 小混蛋 他還沒跟你講 知道講什麼 他還沒跟你講 在幹嘛 老師這題 反 這裡有人錯嗎 有人對嗎 我寫 你回去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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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一題 欸 頭角問你 那C是不是一定是2 對 然後我跟你講喔 A如果是0的時候 哪裡啊 A如果是0的時候 B一定會檔於3 其實很簡單齁 這裡我這樣講 欸 看我這邊 不要講話不要講話 A如果你要讓他變成0 你這裡要乘多少加上去 乘2加上去 乘2加上去 同學這個加我會變成多少 這是0 1 2 然後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1 然後這個是0 然後這個是多少 3 所以A等於0的時候 B一定會檔於3 這個第五個選項其實是對的 但是我跟你講喔 我做這種題目喔 我跟你說 雖然他表面上說 做列預算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我才不用列預算 因為列預算 常常都會出現這種 你會想說 欸老師到底 做到什麼時候 會變成他要那個樣子 聰明人才不用列預算 聰明的學生 會用什麼方法 你把這個東西看成什麼舉證 真狂舉證啊 你懂不懂 對 你把它還原 你用那個去看 比較不會出現狀況 你用列預算去看 你常常會看走顏 我不會騙你 你說老師什麼叫還原 我還原給你看啊 這個還原之後 叫做誰 來你把它當真狼舉證看 這個還原之後 叫做s加幾彎 講話 這我講過啊 s加2y等於多少 7啊 然後 然後同學 這個叫做2s-1 等於多少 等於4嘛 對不對 然後同學 那你再看 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 是誰 來這個傢伙 你把它還原 因為這兩個東西 一定是同一個東西 因為列預算就是在幾名例 對不對 你把它還原 不要講話 來 s加上1 加上a倍的y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b 然後這裡是y 等於多少 y是不是等於c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要現在請同學 幫我做一件事情 同學這裡 你可不可以把sy解出來 可以喔 你這裡可以解sy 來幫我解出 s跟y是多少 幫我算一下 s是誰 y是誰 加減消去法 幫我算一下 這個應該看得 應該也看得出來吧 3 3跟誰 3跟2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3跟2 然後你把它帶進去這裡 來同學你看喔 帶進去這裡的話 s是3 所以3 加上什麼東西 2倍的a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b 然後y等於2 所以同學 c就等於多少 c就等於2 所以從這裡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c等於2 他是確定的 但是同學a跟b 同學你看 兩個位置數 但只有一個關係式 這無限多幅解喔 這個a確定之後 b就會跟著確定 你聽懂嗎 ab只有一個關係式在這邊 所以a的指定不是確定的 a可以等於0 也可以等於1 也可以等於2 等於誰都可以啊 對不對 a決定之後b就會跟著決定 聽懂這感覺嗎 懂不懂 所以這個題目 你選a等於2 a一定要等於2嗎 誰跟你說的 是不是我們在想什麼 下次不要被騙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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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